房成哥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你跟房成 绝对是清白的 只是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古老太太 会误会你跟房成哥 有暧昧关系啊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就实话实说呀 说不定我还可以替你澄清事实啊 来是 荣华 太荣华 荣华 古太太 你好 大嫂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呀 都快急死我了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那陈大嫂既然找你有事 我就先回房了 你们聊啊 好好好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我都快急死了 什么事情啊 这么着急 还不是正定跟任冬的事情啊 这两个孩子 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他们感情好的呀 恨不得天天粘在一起 再这样下去 可怎么得了啊 你帮我想想办法 看看用什么样的办法 才能把这两个孩子给分开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就是小孩子感情的事吗 来来来 你先坐着 别担心 坐着坐着 说得轻巧 我能不担心吗 荣华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依我看哪 如果任冬那丫头 真能够考上大学 以后当个大夫 那跟我们正定倒还是挺般配的 她如果当我们陈家的媳妇 就要永远在陈家药铺职业 以她跟展大夫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展大夫那儿 拿到中药秘方 到时候我们陈家药铺 想不赚钱都难喽 你说是不是啊 这 不不不不 我觉得还是强威比任冬好 再者说了 任冬有那么难搞的娘 我只要一想到 和那个女人做亲家 我就一个头两大 还是强威好 强威出身好 而且谷家家大业大 荣华 要是咱们真的和清元堂 结过亲家 那才真是门当户对呢 我觉得 为了正殿的前途 我还得要找老太太再谈谈 他们俩的婚事 不行 说做就做 咱们现在就去找她 现在吗 是啊 免得夜长梦多 走啊 你陪我一起去 我 我 谢谢谷大夫的帮助 要不是您的话 我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不用谢 不用谢 我只是碰巧跟校长认识 知道你延误考试真正的原因 就顺口跟她说了一下 所以呢 还是她给的你机会啊 无论是您 还是校长 你们对我的恩惠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任冬 医者人心 你在最关键的时候 放弃了自己的机会 去帮助需要的人 这是作为一个大夫 首要的素质 更何况 你从小对中医很有天分 如果你不能去念中医大学 实在是太可惜了 您给我讲了 其实 我觉得是我从小 在您这儿受的启蒙 还有展大夫 对我的教诲 任冬 有一件事情呢 我想拜托你 什么事情 我希望在我百年之后 你能协助强威 经营清源堂 这 我知道 强威是被我宠坏了 太任性了 可是我会劝她 放下承接 真心接纳你 如果我拿到 行医执照的话 我会先在陈家药铺工作 秦源堂需要我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的 谢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带这么多礼物是 实在不好意思 老太太 我们 我们是为了上次正定不小心 让强威出车祸 特意向您赔罪来的 是啊 古老太太 您就高抬贵手 原谅我们家正定 不要跟他计较 我听强威说了 这件事啊 也不完全怪真定 所以事情过了 我也就不那么生气了 再说 强威喜欢正定嘛 我也不想逆着他的意思 最近我们家接二连三的 出了很多事 我心烦得很 所以这件事 能不能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好好好 那太好了 您能考虑 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老太太啊 老太太啊 我们知道您心烦什么 其实啊 古太太和房成的事情 我们都听说了 我们都相信 古太太是个好女人 她绝对做不出 会对不起古大夫的事情 要是您还是不放心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有什么好办法 来 荣华 来 老太太 我家小姑荣华呀 以前就喜欢房成 不如您替他们做主 撮合他们二人的婚事如何 大嫂 你干吗说这个呀 我 这是好事 你干吗害凶吗 既然你喜欢房成 这正好是个机会呀 让老太太替你们做主 承许你们 老太太 您看呢 这个 以前你小姑做姑娘的时候 房成都没娶她 现在她离了婚 又有了孩子 这恐怕 有孩子怕什么呀 那房成不也有孩子吗 你 你 你说 我 房成有孩子 对呀 房成以前 还把她女儿交给我们